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大家要看这个哪吒的故事里面 哪吒在讲哪吒 国内其实现在所有人 中国人都知道哪吒 哪吒在投胎李靖家 他自己知道自己是谁 他自己的人身是分得开的 在出了事之后 他把这个东海龙王干了一把之后 回来李靖跟他没完 他说直接跟李靖说 他说我跟你说 我是这个灵珠子 我是太义真人的大徒弟 受了这个原始天尊的法旨 托生到你家 借你家的精血之气 直接这么说 借你家的精血之气 有了三魂七魄 未来是谁 他体现出来的 我们通常可以 我个人可以理解到的 这就叫人神同在 他只有他人的这一面 同时有他魂魄的那一面 他之间不相互干扰 那么一个小的孩子 跟他爹说话的时候也这么说的 我跟你说破这件事情 这个话说的时候是灵珠子 说娘我要到海边水边玩玩去 天太热了 这是孩子 所以一个人他可以分开两面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解释过的 其实在现实的环境中 在所有我们可以看到的 人的现代科学无从解释的现象 在传统的中国的文化中早已存在 今天的所谓的科学解释 他最愚笨的 不是发展了 是倒退了 是因为他欲望 是因为他太贪婪 太彰显自己的功绩 而纳书的哪吒用彰显吗 不用 所以这是一个个体的生命 表现出的人神同在的特点 从哪吒出世 到托塔里天王一家 到这个龙王爷 其实都在 东海龙王都在表现的 现实生命中 他的人神不同的 人神共在的那面 在后来人们看到的预言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预言 有些人所谓有本事 不过就是能够调动他 三魂七魄当中的某些因素 看到了 他能够意识到 在人的肉身层面 将要发生的事情 所以新闻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新闻只是在一台戏上 按照剧本演的戏 时间被固定了 时间不被固定 就没有定数 我们跟大家回复一个英国人的预言 这是上个月 去年年底 出来的英国预言人家 汉密尔顿帕克 我们在节目中曾经介绍过 很多中文网站都介绍过 这里讲的2020年中国发生革命 他原文不是这么说的 他的原文应该是 不是发生在2020年 但他看到了在中国的革命 他认为会发生往后几年 他真的他自己注解的是那往后几年 我跟大家解释过 这些人有一些本事 但有些东西 他不一定是真的 为什么 当触及的事情太大 超过了他能知道的范围 他最先提到的是中东爆发战争 沙特跟伊朗之间爆发了战争 结果就在昨天2号 1月2号 在去年年底吧 这么讲 在去年年底 美国驻伊拉克的大使馆 遭到了亲伊朗的这个 他叫民兵 武装的攻击 起因伊朗杀了一个美国人 这个美国人呢 实际是普通的美国公民 是个建筑商 他也谈不上大的建筑商 反正就是那么个人 伊朗人伊朗给杀了 因为伊朗杀了他 那美国人川普决定 报复伊朗 所以就袭击了伊朗的相关的一些 叫什么他叫民兵啊 叫还是什么革命卫队 袭击了他的一些基地 是空军袭击的 导弹袭击的 杀死了二十多个人 而这件事情又诱发了 在伊拉克的亲伊朗的民兵 包围这个 包围应该是 驻巴格达的美国大使馆 12月31号发生了 我们跟大家解释 那天发生了很多事情 12月31号 包围之后甚至去攻击 去攻击了这个美国驻 美国的大使馆 那为此美国派出了黑鹰直升飞机 那在两架黑鹰直升飞机呢 在这个大使馆周围呢 盘旋 而且用那种 就是非杀人式武器呢 去保护这个大使馆 同时在元月1号 川普派遣部队增加 就是大概750人 从美国基地直接派到了伊拉克 来加强他的临使馆的保卫 而使馆本身呢 里面就铸满了美国的海军陆战队 这是元月1号发生的事情 但是呢包围的民兵一直不散 而且直接用武力攻击 川普就在推特上发出威胁 他说不叫警告 他说我直接叫威胁 这不是警告 这是威胁 如果再继续攻击 美国驻伊拉克巴格达的大使馆人员 去攻击领馆的话 那我将采取严厉的打击 这是他发出的警告 1月1号 在1月2号 伊朗自这个三十多年前 推翻了这个伊朗的国王的这个 原来传统的统治之后 就是伊斯兰革命 他们叫伊斯兰革命 以宗教的概念 伊朗变成了一个纯宗教的 恐怖主义的国家 那在他后来的这么多年里面 伊朗的精锐部队叫做革命队 就叫革命队 革命民兵是革命队 大概有十几万人到二十万人 他是保护伊朗宗教领袖的最高的 就是装备最精良的武装部队 下手极其狠毒 在世界范围内呢 去进行类似恐怖主义活动 暗杀强奸 就是这种攻击 都是以杀人为概念 而在他的这个部队的最高的军事指挥官 只是个少将 但是就像希特勒的党卫军的最高领袖一样 他是伊朗军队当中最著名的 最具有权势的真正的军人 你别看他只是个少将 他通领了全国的革命卫队 大概有二十万人 在过去的时间里 策划了很多起有关暗杀绑架屠杀战争 就这么个人 这个人呢 这个人就长这样 这个人就长这样 而在过去的时间里 美国人 英国人多次想杀掉他 杀不着 弄不着他 在这一次的刑事中 川普同样把责任推给他 认为是他背后策划的攻击美国的 美国大使馆的概念 来激起民愤 因为当地呢 都是同样一个信仰的人 一个宗教的人 这是我们看到的故事 所以在川普发出威胁不到十个小时之内 那这个人从伊朗飞往巴格达 他个人的私人飞机了 他肯定不坐民航了 他坐的是私人飞机 飞往巴格达 飞往了巴格达的国际机场 在他晚上 这是晚上 下飞机之后 离开机场的时候 他就被美国的特种部队 美国当地的特种部队 就给定了位了 定了位之后呢 从飞机下来 然后坐上私人汽车 在他的卫队的保护下 离开了国际机场 刚刚在离开国际机场 其实就在机场的范围之内 被美国的无人飞机 人说叫激光定位 我觉得后来呢 都吹牛皮了 那后的人就瞎说了 什么激光不激光的 美国人用东西 可能未必你清楚了 被美国人当地的部队 特种部队定位 用了小型的 不可能是大 小型的无人飞机 那承载的是小型导弹 发射了两颗导弹 那搞不好就在头顶这么高 那没人解释 那个飞机从哪儿飞的 小型导弹 一颗导弹炸了他的车 另外一颗导弹 炸了他的副手的车 这就是我们看到这段视频 一共两辆车被摧毁 所以他的副手死了 他也死了 那证明他死的原因 是因为给他炸碎 结果呢 他用他手上 他这一只手 生一只手 手上戴着他 永远戴着的一个戒指 凭借戒指 来判定 他已经死了 这就今天美国人的 斩首的技术 如果可以这么干 他是在第三国 对吧 他是在伊拉克 如果可以这么干的话 也就讲说 今天的独裁者 金正恩 习近平 只要有着恐怖主义的概念 如果美国人想下手的话 就有可能 起码 他已经杀掉这么一个人 而这个人 是在川普发出警告之后 我要干了 我要把你整了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这是基本上兑现了 哈密尔顿 在他的预言 2020年的预言当中的 第一个预言 1月2号就开战了 那这伊朗不干了 这个伊朗很显然 要采取报复措施了 石油的价格立刻飙涨 这个油价立刻飙涨 很多反应都已经反映出来 这也是真的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